大家好,我是Asterdom 今次就要介紹港鐵加連環 很大,搞不定 這個1900壓縮檔 超級薄的 這件事真的很好笑 我隔壁拍1900做對比 全部扁 玩拋圈圈或者推波入洞 拋圈就六個入四個 波就六個入兩個 所以波會比較容易 兩者都是靠彩數 很少人會有技巧 去到最後一天 就變成四個波入兩個 推波 不知是否想人們去得快 是難了的變相 幸好都贏得到 是時候解壓 什麼角度 這樣 解壓 是否決定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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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馬上厚了一倍 幸好回家才開一次 應該結束了 應該之後要找手重重 好 再加開一點 先試開 這次的遊戲是捉得很嚴 搓完這東西 要再放遠一點才能看到這東西 太大了 我的天 好可愛 車頭燈好像沒有印 可惜沒有車頭燈 怎麼這麼奇怪 機鐵反而是有印的 不做一點白色 那Logo 沒有終點站 沒有車載終點站 編號也不會有的 好 你想在哪一格都可以 抽氣線、冷氣機 那後面就是25周年Logo 壓縮到炒了 不知道有沒有方法 只剩平滑一點 很怕用蒸氣蒸面出事 很可愛 那大家可能會想知道尺寸的 按iPhone的兩度 簡單來量度一下 好 看看 48厘米左右 多50厘米也可以 哈哈 對了 真的半米長 多厲害 好可愛 鋒琴位 沒有做到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醜呢 哈哈 哈哈 好可愛 弄一弄一弄鐵仔 後面還有一隻 鐵仔茄子 嘩 底...底很多 鐵仔多小粒 哈哈 哈哈 超小的鐵仔 哈哈 對了 拋圈贏 真的 所以那些人也是想要 多擠那些吉祥物 只是換了一隻手做紙刨 我也沒有興趣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 現在網上見人 賣成二百幾三百元 哈哈 真的... 不知道講條 會不會自己 生產多幾款車 再連這兩隻一起賣 真的很過癮 很好攬 對了 剛剛... 剛剛好游我的肚子 去到那個... 下巴 雖然我不會拍自己 但是那個高度剛剛好 長度 好好的攬枕 那... 動漫迷就有些人形Cousin 現在鐵爐迷就有列車Cousin 哈哈 那好吧 那這次這個千九 攬枕介紹就來到這裡了 喜歡就按讚記得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